日本元老政治家贺乌新宣在记者会中首先指出,蒋总统对日本的恩德,日本人莫尺难忘,除了一般所知道的全部遣返日军日侨,保留日本天皇制度,不向日本索取赔偿,所以日本才有今天的繁荣。 他同时对日本政府一愿报德的行为,代表日本国民,向我国朝野表示深深的歉意。 感谢观看